咱们也挺不好意思的给这些部门服务部门都添麻烦了 台湾对这方面的照顾真的 所以我跟我爸当时我就说 我说我特别有信心对台湾这一点 因为我之前看过 你还真说对了 那我之前看过我太有信心了 下次有啥活动还得出去 那必须出去 我们走这边来要逼一下这个吧 过一下这机器 我的 我没找到我的悠悠卡 我也买的票 无障碍破道吗 我推吧 都过了吗 姥姥姥爷得过了吗 过了吧给他们两个 今天我是想说带我爸妈去台北走一走 然后我爸就说不要去 他觉得说推着轮椅很麻烦 我们还要推着他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是说不开车 我说今天坐这个火车去转捷运 然后我爸就说那不去了 不去不去不去 多麻烦啊 我很坚定的告诉我爸爸 我说在台湾就是这种公共场所 大宋交通你推这个轮椅绝对不麻烦 所以今天我带我爸妈就来就算体验看看 现在我们在火车站哈 我们要去搭火车了 我们从一月台然后走一个天桥这样坐电梯来回上下 刚刚走了一辆车没搭上 妈他们刚才站务人员我们进来的时候 那个人做记录了 问我到哪或者到台北 不知道如果说有高低差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站务人员帮忙吧 因为我以前看有人自己 人家坐轮椅的自己都可以搭 妈我们刚才就从那儿上来的 从那儿坐电梯对吧 然后走天桥走这一段 以前这是走地下 然后现在都改了走上面 对对对那个地下通道也可以走 因为我之前嘛 我看那个自己坐轮椅的 然后就是有站务人员帮忙推上推下这样 我们应该不用麻烦人家 对 对他问我到哪 反正我看他记录下来到台北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干嘛 咱们体验看看啊 他们咱也不麻烦人家 对咱们自己有人就不麻烦人家 我爸找啥呢爸 嗯 然后工作人员刚才过来带我们 说让我们不要自己上车 车上人还挺多的 那看到我们轮椅上来之后 大家就把这个位子让给爸爸使用 下一站 桃园 这边呢有一个装置 就这样的 然后这样 然后下面有一个装置 可是我们不会用 有人知道咋用吗 大神们 各位大神朋友们 嗯 我爸一看挺稳 他连那个也没扶着 前面也有一个装置 好吧 不会用哈 但这可能不止放一个轮椅 然后这个车厢的话 可以放四胎脚踏车 哦 哦 这边有台阶 嗯 谢谢 哎好 谢谢谢谢 谢谢 然后我们现在搭电梯 要去转捷运 我不知道我要坐哪个捷运 我的天哪 从来没整明白过 我去问问看 然后顺便买票 四张票 二十五块一张 刚才跟我说什么站来的 嗯 我等一下再问 好 我投票 投票 宝贝 你不走 你在干嘛呢 走了 来了 在捷迹运跟火车上面 爸爸还是乖乖的戴好了口罩 嗯 值得表扬 老妈跟女儿在玩 女团舞吗 又不知道老妈学会了没 在这一年 在这一家 哈哈 哈哈 最高的那个啊 不知道这边又有什么活动 很多人啊 对啊 然后还有人在那野餐 你看那草地上 那边都有活动 好像写的是旅游展 坐电梯 我们现在在士林站下车了 我妈刚才说 自行车也可以从这 对 自行车可以坐 对 先两台 海北真的比较闷 很低 闷很多 嗨 大家好 我们已经回到家了 哎呀 昨天晚上折腾挺晚的 今天这第二天 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就是出门之前的话 我就是我说 爸带你上台北 看这个士林关底的军花展去 其实这个吧 我19年的时候 就带我爸去看我 那个时候是开车去的 我爸那个时候 行动相对来说 比现在要方便很多 就是他走路的能力什么的 虽然说走不太远 但是不至于坐轮椅 那个时候 然后就我开车去的 那个导航呢 是谁倒是我没设置对 还怎么样 就一直在那边鬼打墙 我都没有 没有到那个什么 士林关底那边去 所以上次没看到 就开车转头就回来了 然后这一次的话 我说再带我爸去 好多粉丝朋友给我留言 那时候那边很漂亮啊 到几号几号啊 可以去看看带爸爸 我爸我妈确实喜欢 看看花什么的 所以说想说 那就把19年 这个遗憾再弥补一下 所以我们就去 那我就想说 我说这次不要开车了 我想说一定人很多 因为最后两天 我人一定很多 我说不开车了 我说坐那个大众交通 我爸一听 我爸一说不去不去 那不去了 那多麻烦呢 我说哎呦 我说爸 我对台湾这一点 太有信心了 绝对不麻烦 因为我之前的话 搭火车的时候就看过 就是有人 就是这个什么 坐轮椅的啦 或者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都可以搭称 像眼睛 视障的朋友什么的 一个人都可以搭称 我说我们家 还有这么多人呢 我妈妈 女儿我 就是我先生上班 她没去 然后我妈也说 我妈说 别出去给人家找麻烦去 就我妈的意思是 别给人添麻烦 这么多人得帮忙你 什么的 因为我讲 我说会有那个 因为如果那个什么 这个台阶的话 是有这个落差的话 会有一个连接的一个板子 帮助你这样顺利的下来 从火车上面 然后我妈就说 别给人家添麻烦 我说不能不能 我说带你去看看去 我说台湾对这个 就是无障碍通道 这方面的设计的话 都非常的完善 我说我太有信心了 所以说我就带着去了 我坚持要去的 去了 确实大家发现 每次在路上 就是我们常常能看到 有人用这个 身障的朋友什么的 用这个轮椅 甚至电动轮椅什么的 真的行动都很方便 对不对 就是因为说 他们的行动方便 大家才在路上 看到这么多这样的人 是不是 如果说他行动不方便的话 你当然看的就很少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妈感触也挺深的 听她怎么讲 确实这次出去 给我的印象 就是特别的深刻 以前那个没坐轮椅 咱还没注意这些事 这昨天一看 这真的咱们带来了 方便 真的咱们带来了方便 你看她服务热情 服务态度 各个方面 很周到 真的都很周到 也挺感谢 那个这些部门 对那个 就像他们这 说残疾人吗 台湾说残疾人不好听 人家管这叫身障 对他们 这个也算弱势群体 对 对他们确实 他们 以后再出门 他们也不能 不想出去了 反正确实挺好 这一块 咱们也挺不好意思的 给 这些部门 服务部门 都添麻烦了 出去一趟 是吧 是 忙活多少人 我们不知道 从你进站台 眼界就开始问你 对 我们因为我把 落了东西 我落了东西 回家去取去了 然后等到我们 再进站的时候吧 就是那个 我们家那个站的 门口的话 就没有工作人员 是不是吗 所以说后来人家 拿那个部话几个部 过来说的 你要通报一下 你坐轮椅的 是 因为我也第一次 推着我爸坐轮椅 就坐火车 我也不知道 然后其实他们是什么 好吗 他们有指定的车厢 对 他不问我说 你到哪里吗 我说我去台北 他们会联系台北 他们会到哪个车厢 再去接我们 要不然我不告诉人家的话 人家也不知道我在哪 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次才知道 以前也没坐 我没推过轮椅坐火车 就说 我这回知道了 就是有指定的车厢 然后呢 他们会过来接 一个车厢不是有两个门吗 我们回来的时候吧 是他们 台北那边的话 指引我们坐的是 四行车那个门 人下车的时候 人家的板 就放在另外一个门上了 然后我们 我就一踩 就推下来了 因为那个落差不大 大概落差这么高吧 然后那个大哥还说 那个大哥说 哎呀 你怎么从这门出来了 我说刚才就让我 从这个门上的 我说我也不懂啊 然后后来那工作人员 我们这个站的工作人员 挺热心的 还追上来 追上来跟我说 我教你 下次的话 你就是倒着走 大轮在后边先下 免得小轮卡到 那个缝缝上 热心的 很尽责任 然后因为他没接到我 因为确实是 就是那边指引我的时候 就是没走 他那个门 误会了 虽然说都是第四车厢 四车厢 对我妈 都是第四车厢 但是在不同的门 对 两门 当我到这门下 他在那个门 他在那个门 当我呢 一下来一看 哎呀 你们怎么下来了 当然确实说 挺尽责任的 他特意追过来 教的我 我们都已经走到 电梯那边了 他追过来教我 说的要大轮先下 他说我教你个方法 这样 很感谢 确实我们出去走 这一圈 像方便 所以说妈 咱们才看到很多 就是有这些 垂着轮椅的出去 看展什么的 对 你路上碰到不少 对 要没有这么方便的 方便的 就是这样出行的 这个便利性的话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出来 你就看不到这么多轮椅 对不对 对呀 老人呢 像走不动的了 白发苍苍的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身体 有一些障碍的 就是哎 对 挺方便 台湾对这方面的照顾 真的 所以我跟我爸 当时我就说 我说我特别有信心 对台湾这一点 因为我之前看过 你还真说对了 那我之前看过 我太有信心了 下次有啥活动 还得出去 但必须出去 那好了 那行 今天聊到这了 喜欢阿旦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聊 拜拜